會教大家做兩款日本拉麵 首先用這個深綠色的輕黏套 滾平 我滾得太厚,大家應該滾薄一點 另外我找了12元店的深綠色乾粉彩 一隻在基本色上找到,一隻在螢光色上找到 然後再上色 另外用牙刷印紫菜的紋 然後再切一個長光形 方便我們待會切紫菜的條狀 然後切一條條 你看我真的切得太厚 然後是土黃色的薯枝黏套 做拉麵 搓成條狀之後再切細一點 用牙籤圈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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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圈 你就可以放在一隻碗裡 這隻碗是我自己做的 遲些會教大家的 接著就一邊鋪鋪鋪 湯方面用光油和土黃色、磚紅色和啡色的乾粉彩 都是在基本色形光色裡面有的 放在一隻碗裡 另外用綠色的薯枝黏套來搓成條狀 乾了再切粒來做些蔥 然後到粟米方面 其實是用英式早餐的豆的製法 再乾了之後再切細一點就可以當成粟米了 另外就是這個拉麵魚蛋 其實我用了瑞士卷的做法 大家去看看一下這個部他後來就可以了 我只是用了白色和粉紅色來代替 然後再加上紫菜 這款的第一款的拉麵 就完成了 第二款是只要放著拉麵 而不是軟距 加上淨量的湯 以及等於 Cindy 再加上細光的佈 � fale 但是不同的地方就会加两只蛋 就是用这个橙黄色的轻黏土来做蛋黄 是要干掉的 另外就用这个白色的薛脂黏土来做蛋白 留意是一定要混合白色 不是薛脂黏土是会变透明的 然后再搓一个蛋的形状出来 干了才好切一半 因为我趕时间了 所以就没干就已经切了 最后就放上去的碟就可以了 希望大家喜欢今次的分享 因为我真的非常趕时间 开了学都很忙 所以希望大家会原谅一下我 记得follow我instagram 很多东西看的 我们下次见 拜拜